不要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不要以为咱们稀释宁人 委屈求决 这个世界就会太平 娘告诉你 你不争 人家就会跟你争 如果你真的让步 人家就会毫不客气地 给你全拿走 这就是你大娘 娘 不会的 涛儿 如今你长大了 你是娘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依靠 如果你不支持我 也不跟娘站在同一条线上 那我还哪来个勇气 继续撑下去呢 娘 我怎么会不站在你这边呢 那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 有人欺负娘了 将娘踩在脚底下 你会保护我吗 不会的 你会保护我吗 我当然会保护娘了 如果大娘做得太过分的话 我不会坐视不管的 那问天呢 什么 问天如果和你大娘一起欺负我 你该怎么办 说呀你会怎么办吗 涛儿说呀 快说 涛儿 你 你怎么了 你又发作了是不是 来人哪 猪儿 娘 我没有 我 我没事了 你怎么会没事呢 我 我大概是看您给逼急了 所以就 我不是逼你呀 你要是为你好啊 好好好 以后我不再啰嗦了啊 来 坐起来 快 来 坐起来 娘再也不逼你了 乖 乖 好 行 娘 听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间 觉得好多了 你该不会吃装饼吧 你说呢 你真把娘给吓死了你 讨厌 娘 情况就是这样的 你说 连王师傅都不知情 是啊 我问得很清楚 王师傅 看起来真的是无辜的 小爷 我说句话 你别生气啊 会不会你误会代价了 你弟妹的死 跟他们没有关系 不可能 不可能 小雷小玉 肯定不可能骗我的 他们吃的就是代价的肉包子 没错 错不了的 可我看王师傅的样子 不像说谎啊 王师傅不知情 不代表那包子就没有毒啊 你是说 下毒的另有其人 而且极有可能 就是小雷小玉说的 那两个女人 而且其中一个 还极有可能 就是二夫人 对啊 不然除了二夫人以外 还有谁会这么心狠手辣的 绕了这么一圈 还是二夫人最可以 小爷 那接下来怎么办 等一下 只要有空 我还要潜到二夫人的房间 去找盗屁双 那 要不要 我替你把风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小爷 这 可是 别可是了 我知道你对我好 金龙哥 你放心吧 我需要的话 我会告诉你的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嗯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千万小心啊 哎 知道了 不好了 我弟弟已经把你的画像给画出来了 而且马上要交给杨总管 那现在怎么办呀 你现在最好立刻马上就走 走什么走啊 你没看见 杨总管已经下了门令静止了吗 这样 你跟我走后门 我带你走 没有人敢拦我 我 走啊 我 杨总管和二夫人问起来怎么办啊 不会有事的 隆我娘在 不用担心我 你为什么帮我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 快走啊 走啊 大哥 到时候 大哥 原来你在这儿啊 是啊 有什么事吗 我想跟你说 我娘脾气不太好 可能她一会儿就过去了 你别放在心上啊 我知道 这位是 她是咱们家新来的丫鬟 我娘正找她呢 新来的丫鬟 是啊 我怎么看起呢吗 终于被我逮到了你啊 二少爷 杨总管说得没错 你果然还躲在带家里面 走 跟我去找杨总管 军涛 过来 等等 军涛 过来你 大哥 他就是昨天打伤我的女强盗 军涛 他不是什么女强盗 他是我朋友 你朋友 你朋友 是啊 我本来正想跟你解释呢 你这不就来了吗 他叫莫小妍 来我们家呀 是应征做丫鬟的 那天把房间给走错了 误会 完全是一场误会 误会 那那天 你怎么不跟我解释清楚啊 我哪有时间解释呀 我刚一进去 就被你蜡烛不放了 我吓都吓死了 不对呀 你那天 是说你在我家厨房工作的吧 我 我是要进你们家厨房干活呀 所以我才来应征的嘛 真的假的 废话 不对不对 诶诶诶 郡涛啊 他是我朋友 你朋友 怎么那么难以置信啊 大哥 你看看你 你这种人才正人君子 他 看他那个样子 你什么语气呀 什么什么样子 你说清楚 我说的就是你 粗暴 没礼貌 自以为是 漫不讲理 你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还有 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 你说什么呢你 说的就是你 说的就是你 不敢了 郡涛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啊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呀 也被他臭骂了一顿呢 大哥 他 他连你都敢骂 是啊 而且骂得比这还凶呢 说真的 他呀 也就是心直口快 其实心眼不坏 你跟他相处久了呢 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小颜 你看君涛都气成这样了 我来道歉 我道歉 是啊 他怎么不道歉啊 我道歉 是啊 你瞧你那天 穿成那个样子 我没找寻谱房来 把你抓走 已经很对的 请你了 拜托啊小姐 那是在我的房间里面 在我的房间里面 我爱干嘛就干嘛 关你什么事啊 是不关我事啊 那你干嘛要拉着 我给你当模特啊 真不用脸 你 大哥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啊 刁门到了极点 你 君涛 君涛 你先别生气啊 别生气 小颜 还不快过来给君涛道个歉 快呀 犹豫什么 这 这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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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了 投降了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了 既然大家话都说开了 误会也解开了 就看在你大哥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吧 行 就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 饶了你喽 可是 我这头被你打得 到现在还疼着呢 好吧 那咱们这个叫做 不打不相识 您就别跟我小女子 一般见识了呗 好吧 那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我娘和杨总管那边 我也会去替你解释的 就说你不是什么强盗 行了吧 那太好了 君涛 小妍 还不快给二少爷道谢 道谢 我欠都道了 还要道什么谢啊 二少爷如果不跟二娘 跟杨总管解释清楚 杨总管不扒了你的批啊 谢谢 谢谢二少爷 麻烦你啊 将那只老山羊 离我越远越好 什么老山羊啊 就是杨总管啊 你看他每天妹妹叫个不停 不是老山羊是什么 你这丫头还真有意思 好了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我先走了 但你给我记住了啊 以后见到我 必须要叫二少爷 小白 你好像很不喜欢君涛 甚至对他还有些敌意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二夫人的儿子 什么意思 我怀疑 下毒的就是二夫人 不可能 我二娘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你又不是他 你怎么会知道 我 二夫人一向奸酸刻薄 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那天我弟弟妹妹 就是为了替我报仇 才去找二夫人的 所以 下毒的如果是爱夫人的话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 年小白 这种事情可不能随便说 就像你不希望别人冤枉你一样 我也不希望你 随随便便就冤枉我二娘 你放心吧 我又不是那个猪头寺 只会冤枉好人 如果你二娘不是杀人凶手 我当然不会为难他 但如果毒视他下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你这丫头还挺能说大话的 你别忘了 这是在代价 你现在把二娘的 亲生儿子打伤了 谁饶了谁还不一定吗 谁怕谁呀 你呢大可以去告诉他 说我严小蛮大人已经来了 而且随时准备公后 杨总管 这棉纱场的事情 你应该跟老爷子说一声吧 你明明知道这两年是棉纱市场最火的时候 我那个姐姐呢 经营手法太保守 眼看着就要失去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 这是代价的损失 你去跟老爷说一声啊 也是为了代价好 有什么为难吗 可是 这除非老爷子问起我我才好说 否则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真的挺为难的 行 你不说 咱们就眼睁睁的看着机会措失好了 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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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去哪儿了呢 夫人 二少爷是不是去花园写生了 写生啊 这个女贼的画像完成了 这个女贼的画像完成了 这 这不是她吗 你认得她 她 她叫小颜 是新来的丫鬟 新来的丫鬟 怎么觉得有点眼熟 娘 我问你 这画里面是不是你那个女贼啊 这都是误会 一切都搞清楚了 她不是什么女贼 误会 对 她是大哥的朋友 那天是误闯到我房间里来的 你大哥的朋友 进你房间里面干什么 她 她那天来应征丫鬟的 二夫人 她确实是大夫人录用的丫鬟 她有那么一点小聪明 不过 不过什么 她眼睛长在头顶上 她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真可恶 这不摆明了狗状人是吗 夫人 这种丫鬟 你应该好好地教训她才对 等等 既然是问天的朋友 又是我姐姐心请的丫鬟 她闯入涛儿的房间 打伤了涛儿绝非偶然 夫人的意思 是大夫人和大少爷 缩拾她的 闭嘴 我一直怀疑 这个内贼就是他们母子俩 这下子可被我逮到证据 娘 你这又是说什么呢 小颜真的只是误闯到 我房间里来的 她真的不是大哥和大娘 缩拾来的 你懂什么呀 这几天连续发生意外 死了多少人 你跟你爹是福大命大 要不然戴家早就变天了 我终于搞懂了 这一切都是你大哥 跟你大娘的阴谋 目的就是要整垮我们二房 好霸住整个戴家 杨总管 去把那个丫头抓过来 不太合适吧 夫人 二少爷都说声误会了 我这么做 你有点不妥吧 我叫你去都快去 娘 我刚刚不是明明 都说清楚了吗 这只是一场误会 小颜她又向我 赔礼道歉了 你何必拿她来出气呢 你住嘴 这是我跟你大娘之间的事 你最好给我站得 越远越好 至于这个叫小颜的丫头 算她活该倒霉 抓 小颜头 来来来 放下 走 他们干什么 放开我 杨总管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带走 带走 杨总管 走 走 走 快走 叫你走就走 快 你就是小颜 是啊 二夫人 为什么要抓我 为什么抓着你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您是想说 我打伤二少爷的事 不不 那是一场误会 是一场误会啊 夫人 我打 是不是误会 是我决定的 不是你决定的 丫头 你死定了 这是邱老板跟陈老板 签下的合同 你要妥善保管 不能够落入你二娘的手里 听见吗 娘 这个码头仓库的合同 一直都是二娘保管的 您现在把它当作筹码 拿到这份合同 只怕二娘不甘心呢 这是我给你二娘之间的事 你就别管了 我有办法对付他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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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外面出事了 姐姐 你来得正好 有事吗 代家的内贼 逮到 大夫人 都没起 快救救我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抓他 姐姐 这个丫鬟可是你录用的 是 怎么样 那你可知道 大伤他二的女强盗 就是他 二娘 二娘 你误会了 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君涛解释过了 闭嘴 我跟你娘再说话 轮得到你插嘴 姐姐 这些下人 不管是谁敢犯上 一律严惩不殆 如今这个叫小颜的鸭铺 打上了韬儿 你说应该怎么办 丫头 真的是你伤了二少爷吗 不是的 大夫人 我 我只是误伤了二少爷 这是一场误会 而且我已经跟二少爷道过歉了 是啊 娘 我已经带她向君涛道歉了 而且君涛也原谅她了 涛儿是代家的血脉 何等不尊过 这丫头打伤了涛儿 岂能是道歉就可了事 再说 我还不知道她到底是女强盗 还是个刺客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阵子以来 代家的内贼究竟是谁 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团 如今让我给逮套了 姐姐 这丫头是你的丫鬟 也是问天的朋友 这不就摆明了内贼 住口 你休想借题发挥 你错了 这叫人赃俱祸 如果证明这个丫头是个刺客的话 你个问天就是代家的内贼 你别胡说了 你才是杀人凶手呢 住口 这么说 你 我说姐姐啊 我就等你一句话 你认不 你这是存心栽赃 你想都别想 我这就找老爷子去 甭找了 老爷一大早就去做古董生意了 我说姐姐呀 这样吧 如果你还不肯认 就别怪我不客气 娘总管 把他押到后花园 鞭情示众 是 带下去 好 三夫人 走 快打 三夫人 娘 娘 这里怎么可以动私行呢 你快点阻止他们呢 阻止什么 怕我让他说出真相 姐姐 我可不想对你的丫鬟动私行 如果他当众 承认是你们母子俩唆逝的话 真希望你再查 怎么 不敢去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 有什么不敢 你要 请吧 姐姐 娘 走 娘 走 啊 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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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梁子馆 臭丫头 我再问你一遍 老实说 伤害二少爷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大夫人大少爷唆使你的 是他们要你去伤害二少爷的吧 你少胡说八道了 丫头 仔细听清楚了 只要你把大夫人大少爷给养出来 我就保你没事 知道 快说 是谁指使你的 是不是他们叫你这么做的 你只是个丫头 怎么会有这种胆子 敢伤害二少爷 说 是谁让你做的 没有人指使我 住靠 是不是大夫人 不是大夫人叫我干的 这一切 大夫人从来都没有指使过我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到底是不是他们干的 说 不是 这一切 都跟大夫人 还有大少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看你到底能够强到几时 娘总管 再打 不 住手 别打了 文天 干什么 杨总管 我要你放了他 我 我不敢打是不是 我自己来 把鞭子给我 我来打 拿了 这 住手 娘 住手 你要打 连我也一起打死 娘 我已经答应小颜了 我会原谅她的 我不想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桃啊 快 逮 就算我求求你了 好吗 你将会病死一个无辜的女孩呢 而且 而且 桃儿 桃儿怎么了 你被病死活着 桃儿 追桃 桃 追桃 桃儿 桃儿 你怎么了 我收你 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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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收你 鑿鱼 鑿鱼 快收你 姚苏官 快找大夫去 鑿鱼 快来人哪 鑿鱼 快来人哪 快去叫大夫 来人 快来人哪 来人 快来人哪 放下来 快点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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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心 还撑得住吗 我马上找大夫 给你疗伤 走 我扶你啊 好 走 哥 花儿 吃东西 老娘 不是 我老娘 我老娘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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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怎么说 老爷 虽然二少爷很快就醒了 但是大夫 他很担心 因为他现在犯病的频率 越来越高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但是大夫 他很担心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小梅 连你亲生的儿子 都无法认同 你那内贼的指控 根本就说不通 老爷 可这个叫小颜的丫头 是问天的朋友 也是姐姐的丫鬟 她公然闯入涛儿的房间 差点伤了涛儿 你还不相信 如果这丫头 真的是你所说的这个刺客 她大可以把这个 唆使者给揪出来 为什么她就是不肯承认呢 哼 重惊之下必有勇夫 谁知道拿了多少好处 我老早就说过了 你们两位夫人 都冒险救过我 谁要是敢说谁居心叵测 谁就是跟我过不去 老爷 他是你的亲生儿子 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他的安危 这这内贼一说又不是我编造的 这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这充分地说明 他们母子俩就是内贼 我觉得你说的话 真够荒唐的 如果天儿真的要害涛儿 那当初为什么又要救他呢 据我的推测 歹徒要害的人不是涛儿 而是老爷 如果这个家里真有内贼的话 我们该担心的不是涛儿 而是要担心老爷 嗯 我同意得心的说法 歹徒的目标是我 不是涛儿 所以我认为 小妍她闯入涛儿的房间 又伤了涛儿 这纯属是偶然 所以 老爷你认为我是无理取闹 难道不是吗 如果那丫头 真的想杀了涛儿 她干嘛打昏她 还把她绑起来 这不是话蛇天足吗 好 老爷 你是一家之主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就无话可说了 但是我身为涛儿的母亲 我有保护她的方法 什么方法 从现在开始 大方二方 井水不犯河水 你什么意思 从明天开始 代价一分为二 我会在花园正中央 筑起一道墙 只要是大夫人的人 无论上上下下 谁都不许跨墙一步 荒唐 我是在保护我们的儿子 保护代价唯一的血脉 你这么做是在撕裂代价 既然老爷你这么的坚密 是 我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带着涛儿离开这个家 绝不回头 你说什么 我不许涛儿再出半点插头 我不许让人杀害他 既然你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 那么老爷我志浩 我母母子俩志浩自求多福 小梅 你 这不强呢 一分为二 那我代价真的活生生就变成一个小租界了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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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你怎么起来了 我要去看小颜 可是 别可是了 赶紧给我找衣服 换衣服 东梅 大少爷 二少爷 他醒了吗 梅呢 大夫说 伤得不轻 杨总监怎么下手那么重啊 你跟他把他打成什么样 都怪打死了 小颜 你醒了 怎么是你啊 我扶你啊 放开我 你走开 好 我走开 我走开 小颜 看你还有力气骂我 我就放心了 我还以为你原谅我了呢 没想到 你还是去找你娘告状了 她现在把我打成这样 你开心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的确向我娘已经解释过了 可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 好了 什么都别再说了 你走吧 小颜 你走啊 走 你先回去吧 一会儿我替你解释 你会儿我替你解释 那就麻烦你了 毛骨好自家自卑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东美 送二少爷回房 好 我看不下 他越是想要趕我走 我就偏不走 他不是说我是强盗吗 我要是走了 不就等于承认了吗 好 既然你决定留下来 我和君涛都会帮你的 别提你弟弟 你真觉得君涛在害你 当然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救你呢 他为什么还要拦住二娘 就是为了要保护你呀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给二娘难堪又是为了什么 小蛮 蒙受委屈的滋味 你比谁都清楚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弟弟 一个解释的机会呢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要留下来 还自己一个清白 那为什么不能给君涛一个机会 你还他一个清白呢 你说什么 涛儿缺看那丫头 是啊 小的想来根本就拦不住 太不像话了 他是我儿子 我亲生的儿子 居然当人面前造我的烦 叫我秦和以堪呢 这一切一定是那个女人 在背后撑腰 我绝对不会让步 否则让她给看扁了 那个丫头不能留在这儿 朱儿 明天去把东梅给招来 我要叫她把那丫头 赶出大夫 算了 夫人 您找我 你看 这道强筑起来了 咱们代驾 从此还有太平日子吗 小妍怎么样了 她应该没事了 夫人放心吧 不会好好照顾她的 真是没想到 这丫头居然挺不过来了 那女人逼着小妍当众指认我 要她说我和天儿在背后唆使她 可她没有 她一个人顶下来了 你带我去看看她吧 好 我一定会救出你们代驾的罪状 就算我现在无权无视 但是我发誓 我一定会让你们家认罪的 你要么让这些巡护来把我抓走 要么你现在赶紧走 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当我的辩护律师 早知如此 我应该把你赶出待见了 这样你就没事了 小白 对不起 对不起 霓阳 您怎么来了 好 得开 来 大夫人 别起来 躺着 大夫人 对不起 让您担心我了 我是戴家的女主人 我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受罪了 让你受罪了 您别这样说 夫人 我有点困了 小心躺一下 好 快点休息啊 休息 娘 如果我女儿还活着 也是十八岁 如果她能够像小爷一样保护我 我该有多开心 夫人 别难过了 昨天夜里都没睡好 早点休息吧 没事 我想留下来陪陪她 你们去休息吧 娘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好 快去休息 Grandma 我还会冲击呢 大鬼 我跟你说 还在想的丫头呢 aqui 大哥 大哥 你来了 怎么样 小妍还生不生我的气啊 这个丫头啊 受了天大的委屈 自然会生点气了 不过呢 经过我的劝说 我想此刻她的气啊 也该消了不少了 是吗 这么说 我 我可以去看她了 那好 我买点东西去犒劳犒劳她 这样 她就应该不生我的气了吧 看来你还真挺在意她的 怎么了 对她有好感了 有没有好感 我也不知道 估计她那一棒子把我打晕了 到现在还没有醒吧 你小子还挺能苦中作乐的啊 要不然怎么样啊 难道哭散个脸 那也无济于事啊 我只希望这是一场 无中生有的闹剧 否则的话 闺娘成一场巨大的风暴 拓垮整个代价 都没 二夫人找你 我把这弄好就去 不成 现在就跟我走 可是我在给小颜煎药 走不开人哪 好啊你东梅 竟然提那个丫头煎药 你眼里还有没有二夫人呀 赶紧走 我看你怎么跟二夫人解释 朱雾儿 都是吓人 你就睁一眼闭一眼吧 废话少说 走 走 走 你给我快点 夫人 东梅来了 二夫人 您找我 东梅 我要你帮我做件 很简单的事 二夫人您吩咐 我要你把小颜那个丫头 赶出代价 怎么 还要我说第二遍 夫人 小颜伤很重 受了伤也得抬出去啊 光是凭他打伤了二少爷的罪名 把他关到寻补房 关他个几年也不为过 把他赶出代价 便宜他了 可是夫人 他杵在这儿做什么 夫人 东梅知道小颜犯了错 可是 他都已经跟二少爷道过歉了 东梅求求您 您就放过他吧 而且 而且您要东梅 不听大夫人的意见 就把他陆用的人赶走 您就算打死东梅 东梅也不敢哪 你威胁我呀 还是你在提醒我 你跟小颜都是大夫人的丫鬟 我就不敢动您了 夫人 您误会了 东梅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东梅想说 可不可以当小颜伤好了之后 再跟大夫人商量 怎么惩罚小颜 行吗 好你个东梅 在大夫人身边待久了 以退为进这招都学会了 告诉我 对我没用 你给我仔细听好 今天你要是不把小颜 赶出这个家门 我就唯你试问 夫人您言重了 东梅不过是 听大少爷的吩咐 想好好照顾小颜罢了 放肆 你什么身份敢端出大少爷 不只是大少爷 二少爷也是这么吩咐东梅的 还敢领嘴 臭丫头 君头是我儿子 敢拿他当借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